中国探月工程又取得了重大成果 科学家们从嫦娥5号带回的月球土壤里 发现了三颗微米级的玻璃珠 而就是这几颗微不足道的玻璃珠 颠覆了科学家们的传统认知 改写了月球数十亿年的历史 这项研究已发表在9月6日的科学杂志上 嫦娥5号2020年12月1日 成功登陆月球北部的风暴洋 带回了1731颗月壤样本 其中包括来自月表地下一米处的岩芯样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秋立研究员的团队 从四个月壤样本中分离出了 约3000颗20微米到40微米的玻璃珠 理论上这些玻璃珠主要是通过陨石撞击 或者是火山爆发形成的 此前月球发现的大部分玻璃珠 都是陨石撞击产生的 美国阿波罗任务发现的火山玻璃珠 大约形成于31年到38亿年前 科学家们认为这段时间是月球火山最活跃的时期 从那之后月球就开始逐渐冷却 火山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少 并最终在大约10亿年前完全停止 月球也就成了一颗死心 中科院研究人员通过扫描电竞 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方法 经过极为艰苦的努力 采用3000颗和头发时直径 差不多的微小玻璃珠里 筛选出了三颗被认为是火山形成的玻璃珠 它们具有独特的化学成分和流同位数的特征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在通过油签定年法测量后 科医家们吃惊的发现 这些火山玻璃的年龄只有1.23亿年左右 这意味着直到1.2亿年前 恐龙还在地球上漫游的时候 月球上仍然存在活跃的火山活动 月球的地质历史就此被完全改写 更为重要的是 分析表明这三颗火山玻璃珠 富含甲稀土和林 这意味着它们起源的月球内部区域 存在大量的放射性元素 正是这些放射性元素 在衰变时产生的热量 导致月球内部区域局部升温 月球地慢部分融融 从而产生岩浆 并通过小规模的火山喷发到达地表 也就是说 月球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但小规模的火山喷发仍有可能存在 此前认为月球火山 已经死亡11年的看法 不攻自破 那么月球的内部 现在是否仍然存在足够的热量 能够在地慢深处持续产生岩浆 并最终在某一天喷发出来了 一切皆有可能 那时候在地球上 我们就有好戏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